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都要变得小心翼翼 正如知乎上说的那句 不发憋屈 发了矫情 没有必要跟一个有偏见的人讲道理 除了朋友圈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总是被人指指点点 前几天热播的综艺《你怎么这么好看》中 第一期节目的嘉宾方静 是一个留学回来的女博士 她干净 整洁 独立 拥有着令人羡慕的高薪和高学历 但是所谓的好看团 不仅没有认可她的付出和努力 而是对她的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 进行一系列的批评 不化妆 没有口红 没有高跟鞋 就被定义为男的 家里没有照片和窗帘 就是不正常等等一系列的偏见 强加在一个高知女性的身上 原本拥有高学实 独立自主的方静 就这样被几个人的差评 轻而易举地否定了 生活中泼你冷水的总比赞美你的人多 给你差评的总比给你好评的人多 我们总是拼尽全力想证明自己 但是渐渐地我们发现 人们心中的偏见就像是一座大山 甚凭你怎么努力解释自己 也逃不过被指责的命运 正如纪县林所说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 我对每个人都好 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 指望有欲 不能有悔 最近我恍然大悟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什么原因呢 好了遭人嫉妒 差了让人瞧不起 开放点 人家说你骚 保守点 人家说你装 忠厚的人 人家说你傻 精明的 人家说你奸 冷淡了 大伙说你傲 热情了 群众说你浪 走在前头挨闷棍 走在后头全没份 总之 就算你再好 也会有人从你身上挑刺 这就是现实 所以生活是我们自己的 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看法 别人说的话也不用当真 他们的几句差评 决定不了你的生活 好好做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没有必要 向一个不懂你的人解释自己 古人说得好 久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对于那些不懂自己的人 真的没有必要解释太多 在日常生活中 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你想要健身的时候 有人会吐槽你越减越肥 当你在看书 或是学习一门技能的时候 有人会说你装模作样 学了也没用 当你放弃 跟朋友之间的聚会 闷头被考的时候 有人会说你复习了 也考不好 当你努力工作 熬夜加班的时候 有人又会说你 挣不了几个钱 何必那么拼 如果你这个时候 浪费时间和他们解释 不仅无法说服他们 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差 所以圈子不同 不必强容 对于那些不懂自己的人 随他们误会去 不必解释 人活一世 好好做自己 没必要 总是在意他人的看法 没有必要 在一个讨厌自己的人身上 浪费时间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 早年没有收入 也没有体力务农 在乡里受尽歧视 经常被人瞧不起 面对这些不识货的人 苏秦选择不去计较 投悬梁追刺骨 继续酷毒 后来游说列国 终于得到了燕文公的上市 这个故事后来被千古传送 人人都赞扬苏秦的君子气概 苏秦也不负众望 兼配六国相印 推动了六国的合纵 正如林肯所说 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 绝不肯在私人争辩中耗费时间 论语中也说 人不知而不韵 不义君子乎 遇到别人的歧视和不理解 不要太计较 当你的心宽了 世界也就宽了 人生就好比是一本书 你的故事只能由你自己来写 如若有人懂你是一种幸运 没人懂你也很正常 没必要向不值得的人解释自己 当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谁都不可能活着回去 既然这样 望后余生就要好好做自己 生命的趣味之处 在于看不到当中的过程 没有人的一生顺风顺水 面对懊悔 一定要懂得放下 杂草有害 当然要清理掉 但是如果偶尔没有清除干净 也不要放在心上 你越在意 心里就会越乱 生命短暂 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 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终其一生 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 找到真正的自己 这句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但并不是每个人 都敢将其变为现实 童年时期的简爱 就具备了这样的勇气 简爱清楚地知道 对寄人篱下的孩子来说 最好的自保法则 就是顺从别人的期待 可他偏偏不肯 像李德舅妈期待的那样 表现得乖巧懂事 反而会在意见相悖时 进行反驳 也正因为如此 简爱在李德舅妈家里 吃了很多苦 所有人都认为 简爱任性固执 不懂得感恩 这些评价 让简爱很受伤 但在讨好别人 和做自己之间 他一直坚定地选择后者 因为他明白 一旦他顺从别人的期待 就会慢慢迷失自己 这对于他来说 才是真正的痛苦 就像那句话说的 一个人最大的勇气 是敢于对抗 外界的否定 始终遵从自己的内心 在前不久结束的 东京奥运会中 中国女子牵球运动员 龚立娇 为中国夺得了金牌 就在大家都为 这位姑娘喝彩时 因为记者的采访 却让人分外不适 他称为比赛 而刻意维持体重的 龚立娇为女汉子 并问他什么时候 做回女孩子 在这名记者的认知中 女孩子就应该符合 白又瘦的普遍审美 这样的质疑 自然无法刺痛龚立娇 他只是对此一笑料之 因为他明白 自己的梦想是为国争光 而不是用身材和长相 讨好别人 这世上 好看的人有很多 奥运冠军 却是风貌麟角 舒本华说过 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 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深以为然 当我们把自己人生的平定权 交给别人时 就会如水中浮平 进退全都身不由己 甚至在微风细雨中 都有可能摇摆不定 不能自控 况且 任凭一个人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期待 反而会在取悦别人时 失去自己的生活 人的一生只需要对一个人负责 那就是我们自己 重于自己的内心 才能活出理想人生 任何时候 都别放弃自我成长 指乎上有一个问题 人活在世上 为什么一定要努力 大家的回答空前统一 就是只有努力 才能把命运 攥在自己的手中 从小饱受磨难的简爱 也甚至如此 无论生命 面对着怎样的挑战 她都从未放弃自我成长 在李德舅妈家 简爱一有时间 就跑去看书 送入慈善学校后 她经常过着 缺一小时的日子 可不管外界环境多艰难 简爱一直坚持努力读书 并在六年后 凭借优异的成绩 获得了留校任教的资格 命运永远会眷顾那些 始终坚持自我成长的人 我有位朋友 五年前定下了 要出一本书的梦想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 这只是一句玩笑 可就在前不久 我收到了她寄来的新书 没想到在五年的时间里 朋友一直无视身边人的 风言风语和打击 在默默向着目标努力 回顾这几年的坚持 朋友感慨万分 你总要熬过那些 无人问津的日子 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每个人生命中 都会有一段 灰暗的时光 但哪怕我们身处低谷 只要还肯付出努力 就有机会冲出谷底 拥抱更广阔的人生 在黑暗之中 能拉我们一把的 唯有自己 哪有什么开挂的人生 不过都是 后继勃发的结果 而最终 能达成这个结果的人 一定是那些默默努力 从未放弃过成长的人 就像古语曾说的 自住者天住之 自弃者天弃之 黑暗时不放弃 受措时不妥协 才有可能成为 被上天眷顾的幸运儿 宽恕别人 也是善待自己 佛经中常讲 人生有八苦 愿赠慧是八苦之一 这是在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处于怨恨之中时 真正痛苦的是自己 莎士比亚曾说 宽恕了别人 才能真正善待自己 原谅别人 其实是放过我们自己 当我们选择了宽恕 并不代表 我们忘掉了曾经的伤害 而是当事情已经发生时 一种及时止损的智慧 怨恨是我们 加注于生活的毒药 而宽恕是解此毒 最好的良方 当怨念清楚 心中的阴霾不在 才能容纳美好 真正品味生活之美 生活之美